第六届以我的城市和绿色地球等为主题的江苏省有城会绘画比赛优秀作品展开幕式 日前是在加州的奇诺岗图书馆举行 第六届以我的城市和绿色地球等为主题的江苏省有城会绘画比赛优秀作品展开幕式 日前在加州圣贝纳迪诺县奇诺岗图书馆举行 自2016年推出以来 有城会以化会友是江苏省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2017年江苏省无锡市与加州圣贝纳迪诺县签署友好交流协议书 结为友好姐妹城市并于今年续约 去年7月第六届江苏省有城会绘画比赛正式启动 共收到海外61个国家36座国际有城 以及江苏省的青年绘画作品超8万幅 此次30个参加作品中一二等奖各一幅三等奖两幅 并在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 荷兰 韩国等国家开展海外巡展活动 江苏省无锡副市长马良强调 江苏和加州是友好省州 无锡和圣贝纳迪诺县是友好交流城市 希望两区域继续加强互访交流 深化友谊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开幕式上 无锡市和加州圣贝纳迪诺县代表 除了交换礼物 双方代表为画展开幕致辞 并为开幕式剪彩 随后共同参观40幅优秀作品的画展 包括无锡和圣贝纳迪诺县的15幅作品 加州圣贝纳迪诺县副县长 在媒体采访中详细列举了一系列 姐妹城市关系确立后的骄傲成就 并指出双方合作在商业文化 教育图书馆等里的重要意义和影响 克罗伊夫是此届有成会三等奖获得者 她今年9岁 来自加州圣贝纳迪诺县奇诺刚 其获奖作品为拯救地球 她表示对于自己能够获奖感到很开心 我画这幅画因为我想要 因为我想要我们的地球好一点 不让别人破坏它 奇诺刚图书馆馆长Melanie Orozco 圣贝纳迪诺县教育部负责人Norman Nunez 圣贝纳迪诺县经济发展部项目经理Ryan Nixon 美国江苏总商会会长蔡承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朱洛杉矶 总领馆文化领事柴云等双方代表军出席此次开幕式 都强烈希望未来开展更多合作 并预祝此次绘画展开幕式圆满结束 圣贝纳迪诺先副县长表示 期待参加下一节江苏省有成会绘画比赛优秀作品展 凤凰卫视卢颖涛田野洛杉矶报道